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脸猫猫姐 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 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 这种测评资源一般都不够优质 且资金没有保障 很多大卖会选择像MF免费测评这样的平台 资源优质 售后服务好 大公司经营 资金安全度更高 了解完这九大流量入口 关键还在于 要懂得它们是如何影响产品排名 应该如何操作 三 亚马逊产品排名规则 亚马逊产品排名 主要包括以下三种排名 根据不同的排名场景 会给卖家带来不同的销售影响 01亚马逊关键词 自然排名影响 关键词排名的因素 有四种 销量 转化率 产品相关性 满意度 销量和转化率 是所有流量入口的最终目的 而产品相关性 体现在listing 里面 满意度体现在review的新级和数量 也就是说 流量入口带来销量和转化率之外 卖家还需完善listing 页面 打造好产品review 02亚马逊 BSR类目排名 指的是产品 在某个类目下的销售排名 不同的类目下 排名可能不一样 影响BSR的因素 是近期销售数据和历史销售数据 而review 评分 价格等其他因素 并不会影响该排名 也就是说要稳定或提高BSR的排名 就需要保持产品 有一个长期稳定的销量 03亚马逊 广告排名 该排名结果是基于亚马逊 必时点击率产生的 为了提高广告排名 卖家可以增加 目前产品的竞价 或者增加广告的展现量 比如确保listing 页面完整 每日的预算够用 有资格赢得Buybox等 广季来临之际 卖家们肯定都在忙着报名活动 产品备货 但也不要忘记引流 也是很重要的一个环节 卖家需要根据自家产品的属性 选择能够获得较多流量的流量入口 打一场有赢面的仗 引流后的重点是转化率 要提升转化率 review是关键因素 可以选择最稳妥的 真人测评方式 降低商品概率 可以让卖家 确实在短时间内提高产品排名 以避免其他流量入口 出现差错 没把握住忘记的大好机会